理性救灾 守望也是力量 孙丽希望做慈善不是一时恼热 昨天孙丽在上海出席某品牌开店活动 而该名品也将当天的营业额全数捐赠给四川灾区 我听这个工作人跟我讲 今天所有的营业额都会捐给亚安 所以今天大家就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吧 孙丽表示自己目前不会轻抚亚安 在灾后重建工作上一定会积极参与 给老人和小孩更多的心理抚慰 孙丽也呼吁做慈善不要一时闹热 而要长久的坚持 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救援人员 所以我怕现在去只会给大家添乱 反而会觉得在灾后重建的时候 很多老人 很多失去亲人的 很多失去父母的小孩 他们可能更多需要大家对他们的关爱 我更希望大家对他们的关爱 不只是说你头脑一热 仅仅是一次的行为 而是长久的 很期待 家和小孩 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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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